我们在其他的影片中提到专利检索能够评估订单是否侵权 这里我们将介绍专利检索分析的其他实际功能与应用 实际上专利检索分析还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帮助企业发现更多的契机与带给企业更多的效益 要能获取利益就必须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那几颗珍珠 要获得专利检索分析的效益 就需要从庞大的专利资料库中找到关键的专利或是专利的技术群组 掌握了关键的专利或是专利群组就得够洞悉这些资讯 竞争对手所拥有的技术资源 竞争对手正在研发的方向 市场中技术引进的趋势 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趋势 还有其他更多能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专利是公开资讯 每个人都可以查询 但资料库的量非常庞大 统计全球前四大专利局公告的专利件数 截至2017年为止 美国专利商标局超过1000万件 还有欧洲专利局 日本特许厅 中国国家知事产权局等 台湾智慧财产局 已有大约130万件之多 不同国家专利局 使用不同的检索语法 检索界面 文件格式 因此 检索工作必须在庞杂的资料堆中 捞出具分析意义的专利文件 这是一门大询问 由于各国专利资料库的检索方式不尽相同 必须透过专用的语法指令 因此 需要特定的知识与经验 才能将专利检索工作做得好 以下我们以自行车产业的重要零件 飞轮作为解说范例 这个零件装在可变速自行车的后轮上 专利检索分析有典型的作业架构 首先 开始要界定分析的范畴 这时技术人员与专利人员 需要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甚至要多次的来回沟通 以确立分析的标的 再来选定检索的资料库 与层层的条件式检索 与人工筛选确认 才能得到检索结果 根据检索结果 再进行资料的管理面 与技术面分析 分析者必须考量检索的情境 检索年份 检索严谨度 与减准程度 减全程度有关 预设好立场 才能在检索过程中 慢慢靠近想要的结果 另外 依据公司销售市场 或生产基地 选择检索的专利资料库 以检索美国专利资料为例 选择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资料库 因为每一件专利都经过实体审理 专利有效性与可信度相对较高 专利资料更新频率快 公开文件也较佳 美国市场庞大 是许多厂商选择产品需保护的重要国家 这是一篇典型的美国专利文件 第8100795号专利 其中记载了许多固定的资料栏位 如资料栏位编号10号的公告号 也就是专利号 编号45号的公告日 还有54号的专利名称 更记载了发明人姓名与国籍 专利全人姓名与国籍 国籍分类号 引用之专利等等 这些都是一篇专利固定的资料栏位 就像是专利文件的DNA 可用于专利文件的检索 途中为美国专利检索的实际操作页面 可以从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网站进入 在Query栏位输入检索的条件 就可以开始检索工作了 例如想要检索自行车飞轮的相关专利 依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检索方式 可以在Query中输入这个检索条件 也就是专利名称中有飞轮这个字眼 输入后就会得到初步的结果 从结果看出 根据这样的检索条件 查询到超过7000件专利 依据熟悉产业人士或是抽样检查 发现其中包含一些杂讯及范畴外的资料 这个检索条件的结果不是很好 我们可能无法找出100%完美的检索条件 刚好找到所有的目标专利 所以需要反复检视检索的结果 采用宽松或是紧缩的取向 以降低检索的遗漏率 检索非一处可及 需要经过多次的尝试 分析检索的逻辑 不断地修改检索条件 进而得到较佳的检索条件 才能更进一步贴近目标 不同检索条件决定了查到的专利建树 想要一网打进 可以放宽检索条件 找出数量较大的专利群组 可以框住所有的目标专利 但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采用人工删除非目标的专利 想要较为准确地找出分析标的 可以将检索条件紧缩 但很有可能遗漏目标专利 这就是专利检索中 所谓的减权与减准的难题 很难在单一条检索条件室 就找到适当的专利群组 因此 透过一道又一道的检索条件 找其目标专利 图中为一个典型专利检索的流程 专利检索流程 可以分为典型的三个步骤 包括 第一步骤是找出一批核心专利群组 再运用各种方式扩大专利群组 尽可能补齐专利群组 最后进行遗漏率的评估 其中的专利检索程式包括 条件式检索与人工筛选检索两个步骤 影响专利检索品质的因素很多 例如 检索人员拥有检索标的的技术知识 影响判断检索结果的精准程度 有技巧的将检索结果维持在特定范围内 不会无端扩增 检索条件的逻辑要清楚 才能逐步收敛检索范围 运用遗漏比对方法调整检索的方向 检索工作结束后 需仰赖专业的阅读与分析 此时 需要请技术部门协助 加以过滤 去无存经 留下高价值的专利 并建置清单 专利清单的用途 不仅是条列出目标专利 可运用各项资料栏位 进行后续的管理图 或技术图分析 各种工作需要的资源与时间 不尽相同 初期 检索人员与技术人员的交流讨论 会耗费许多时间 但未确认检索范畴 也急不得 中期 有检索人员反复修改检索条件 与进行人工筛选 遗漏评估 最后 再花一点时间建立专利清单 是检索范畴与技术领域不同 这一连串活动 大约耗费数周到数月的时间